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在韩国论坛 一位网友上传了标题为 台湾节目 折磨韩国人的方法的贴文 受到了非常多网友们的关注 所以就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这位网友上传的是 台湾的一个WT解门会节目的截图 内容是在介绍各国人最不能忍受的事情 其中在日本的一个杂志社 调查的折磨韩国人的七个方法 令韩国网友们都非常认同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100%认同 这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 因为太正确所以超好笑 虽然有程度的差异 但是都很认同 第四五六七疯了 绝对不能忍 这是韩国人做的清单吗 一个一个都很正确 看来是蛮正确的 我们马上来看看 韩国网友们都认同的 折磨韩国人的七个方法 第一 吃泡面时不给家泡菜 这个真的是 在韩国甚至还有这样的歌 其实不只是泡面 大部分的韩国人应该每餐都是需要泡菜 第二 吃烧肉时不给喝烧酒 第三 饭后不给喝咖啡 这个也认同 只是因为我不喝酒也不太喝咖啡 所以就 第四 去洗手间不让带手机 第五 让网速变慢 第六 不按电梯的关门 等到电梯门自动关闭 第七 在公车到站点的时候 要坐着等待 不能先出来站着 我个人感觉这个清单 有80%以上是正确的 所以想问一下 最沉默大家的国家人的方法 都有哪些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最不相配的男团歌曲《理想型世界杯》 压倒性拿下一位的 Moonstar X 最近在网上公开了 最不相配的男团歌曲前十位 就是这个男团唱这首歌的话 会有多不相配的排行 然后以压倒性的投票拿下一位的是 Moonstar X Moonstar X是在K-POP圈里 最具有野兽魅力的男团 而Tringum真的是清凉中的清凉歌曲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Moonstar X唱Tringum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NCT宿舍的最新近况 这次NCT成员们都聚聚在一起 看队友椭用出演的电视剧片段的反应 这反应也太现实了 这次NCT成员们都聚在一起 看队友